一辆银色轿车突然窜出 逆向行驶后又往一旁人行道猛冲 只见两个油桶当场被撞到喷飞 就连店家也惨遭波及 玻璃大门瞬间碎满地 强大撞击力道 不只导致油桶被连根拔起 甚至还得逃灾倒在异品店内 而肇事的轿车车头也几乎全毁 事故现场一片狼藉 警方互报立即到场替驾驶实施酒测 离谱车祸事故发生在15号上午11点多 台北市市林制程路二段上 当下传出巨响也把附近民众吓了好大一跳 我只听到鸡一声 那我以为人家在开车刹车的声音 结果我还听得砰 结果那两个油桶把它撞进去里面 原来当时一名车性老翁 先到附近的加油站加油洗车 没想到准备出站时却误踩油门 导致车辆失控暴冲撞上一旁人行道 所幸当下无人车经过 才没酿成死伤 警方调查赵氏老翁已经85岁 属于高龄驾驶 不过由于他不符合新制换照资格 因此不需定期换照 只是这回物彩油门酿成事故 恐怕也凸显法律规定仍有漏洞 最后我们来自台北采访报道